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在国际贸易中 柑橘的国际年贸易额仅次于小麦和玉米为第三大国际贸易农产品 柑橘的生产和出口是许多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 同时 柑橘对于人类来说也是价格低廉的维生素来源 因为柑橘果实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水果 我国柑橘资源非常丰富 优良品种繁多 是柑橘的重要原产地之一 迄今为止已具有四千多年的栽培历史 目前 柑橘已成为我国水果消费的主要品种之一 这么悠久的历史到底孕育出了多少优良的品种呢 下面 我们就带大家走进柑橘这个大家族 去认识一下他们家族中的成员 先来看一下宽皮柑橘类 所谓宽皮柑橘是指容易用手剥皮直接食用的柑橘品种类型 宽皮家族的成员主要有蜜橘 枣橘 瓦甘等 这个就是蜜橘 它们素以皮薄味珍 食不流渣 干预平时的独特风味 文明侠尔 柑橘的原产地是我国的浙江黄岩 这里也是世界宽皮柑橘的始祖地 种植柑橘的历史已有两千三百多年了 蜜橘树长势旺盛 树体强健 树冠呈自然源头型 枝烧细密 叶色浓绿 较其他品种来说 它们的叶片较小 在每年的四五月份 菊花开放 此时花香四溢满城春色 美不胜收 到了每年的八九月份 果实就开始陆续成熟了 成熟的果实为鲜黄色 色则光鲜亮丽 形状呈扁圆形 果实属于中等偏小型 虽然它们个头不大 但它们果实的甜度 在整个柑橘家族中 可是首屈一指的 普通柑橘的含糖量 最高可达到百分之十二 而蜜橘的含糖量 高达百分之十三至百分之十五呢 朋友们 您现在所看到的是 本地藻 它们也属于蜜橘这个品种 所以在形态特征上 都是非常相似的 挺像一对双胞胎 所以在这里 我们只介绍一下它们的区别 不同的地方主要体现在成熟时间上 本地藻比普通秘居要早熟一个月左右 这也恰好体现出了 它们这个名符其实的称呼 下面再来看一下 这个外形类似于安春蛋的小家伙 金曲又被人们称为金蛋 它是柑橘家族中个头最小的成员 巧 金菊树也像它们的果实一样 相比于其他品种要小得多 它们的花果期都差不多 只是金菊成熟的比较晚 每年春节前正好是它们丰收的时节 金菊皮色金黄 皮薄肉嫩 枝多香甜 它们皮肉难分 洗净后可以连皮带肉一起吃下 另外 另外 宽皮柑橘中还有枣菊 欧甘等 它们的树体特征和果实形象都是非常相似的 只是甜度上要比本地枣低2度至3度 因此我们就不再过多的介绍了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所栽培的品种就可以了 认识了宽皮柑橘中的一系列品种后 再让我们走进柑橘的另一个种类 橙类 提到橙类 大家肯定会想到奇橙 您瞧 您瞧 怎么长了这么大个肚脐眼呢 真是名副其实啊 观众朋友们 这个大肚脐的橙子是我们派出的代表 并不是所有橙子的肚脐都长得这么大 所以您可千万别误会了 橙和田橙在各方面都是非常相似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就总体的为大家介绍一下 橙树有着非常强的生命力 它们树式较强 树枝开张不算太大 树冠比较紧凑 抽枝多而短 它们的叶片较大 花量适中 果实为圆球形 个头较大 单果重可达到二百六十克左右 果皮为橙红色 果肉脆嫩 枝多 口味清香 酸甜 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另一个大个头的品系 幼类 您瞧 这个头活像个大西瓜 这就是柚子的特点 硕大的果实 橙黄色的表皮 泛着晶莹的光泽 单果重量可达到1.5千克 现在您所看到的是 柚类的一个新品种 名字叫做葡萄柚 他就是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阳光王子 是甜橙和柚的天然杂交 他在一个枝条上能结好多成串的果子 状似葡萄 所以称为葡萄柚 葡萄柚的叶片中等大小 果皮为橙黄色 果汁丰富 风味独特 酸甜适中 让人回味无穷 据专家鉴定 葡萄柚具有健脾异味 减肥健美 延缓衰老等保健功能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柠檬 它们成熟的比较早 一般在9月中下旬 成熟柠檬的表皮为橙黄色 它们营养非常丰富 富含芳香油 维生素C 果酸等 因而被人们所重视并利用 属于典型的保健果品 这些不同的柑橘品类 虽然长相名字都大相径庭 但它们毕竟同属于一个大家族 所以在生长习性 原地选择和栽培管理上 都是大同小异的 下面我们将以最为大众化的 宽皮柑橘为代表 来讲述一下它们的诞生及生长历程 每个品类在不同的时期 如果有不一样的管理需要 我们会在具体的环节中做出详细的介绍 以提醒大家注意 目前世界上包括我国在内的有135个国家在生产柑橘 柑橘性洗温暖湿润的气候 在我国民间还流传着一句俗语 叫做南方橘子北方指 由此可见 这柑橘可不是到处都能种的 我国的柑橘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区 全国生产柑橘的省份有19个 其中主产区分布在浙江福建湖南四川广西广东台湾等省区 俗话说得好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要想种出好吃的柑橘 我们还得好好下番功夫 只有深入地了解它们 掌握它们的生长习性 才能种出品质优良的橘子 像温度、光照、水分、土壤、地形等环境因素 都是制约柑橘生长的前提条件 柑橘对土壤的适应范围较广 红、黄土壤、沙滩和海毒地均可栽制 它们对土层深度的要求为中等即一米左右 土壤酸碱度以PH值在5.5至6.5之间为宜 要求土壤通气性良好 地下水位在一米以下 柑橘根系主要分布在地下0.9米的土层 绝大多数需养的活动根系分布在表层30厘米的土层中 您知道我们吃的柑橘为什么会有酸有甜吗? 这跟温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柑橘是不耐寒的长绿果树 它们生长的最适宜气温在23摄氏度至29摄氏度之间 当气温下降到12摄氏度以下或者超过40摄氏度时 植株会停止生长 在一定的温度变化范围内 柑橘果实的含糖量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递增 不同柑橘品种的耐寒氏度 根换照我们整理的对照图表 柑橘类对年平均气温和冬季极端最低气温的要求 宽皮橘 16摄氏度以上 零下7摄氏度 蜜干 16摄氏度以上 零下9摄氏度 甜橙 18摄氏度以上 零下5摄氏度 柑橘 柑橘 16摄氏度以上 零下4摄氏度 碰干 17摄氏度以上 零下3摄氏度 金橘 12摄氏度以上 零下10摄氏度 幼类 16摄氏度以上 零下5摄氏度 有的橘子果皮光滑色泽鲜艳 枝多未甜 有的却果皮粗糙 枝少未裂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 跟空气的相对湿度有着很大的关联 柑橘是长绿树 没有休眠期 它们的生长需要足够的水分 一般要求 年将雨量在1000至1500毫米之间 相对空气湿度 要达到75%左右 土壤的田间池水量 要达到60%至80% 过多的雨量或者干旱 都不利于柑橘的正常生长 当湿度适宜时 就会种出优良的果实 反之就会促使裂果的产生了 任何植物都需要进行光合作用 那么柑橘对阳光有着什么样的需要呢 柑橘属于短日照型的果树 它们喜欢慢射光 而且比较耐阴 光照过强或太弱都不好 一年要求日照实数为1200小时至1500小时 日照直接影响到光合作用 良好的光照使枝、叶、花、芽生长发育良好 果实的发育、着色、品质也较好 光照不足则会使叶片大而薄 叶色变淡 导致光合作用不足而引起落花落果现象 使果实品质下降 因此我们要合理安排种植 结合综合技术措施 使菊原的光照调节到适宜的强度 您瞧 这满山的菊子可真让人羡慕 我们怎样才能开发山地 种出优良的柑橘呢? 最主要的工作就是 要选择好坡向和海拔高度 一般 温差随海拔高度的提高而增大 但海拔低的山沟温度变化也非常剧烈 山腰地段比较温暖 有利于产出优质果 我们要选择地势较为平缓的山腰或缓坡地进行种植 注意 海拔在250米以下的逆温层 是可以利用的小气候环境 在低层大气中 气温随高度的增加而升高 这种现象称为逆温 出现逆温现象的大气层称为逆温层 在坡向的选择上 我们通常会选择东北坡 这样可以避开夏秋季节的高温干旱 但是在冬季有冻害的地区 应该将坡向安排在东南坡或南坡 如果西北坡有高山屏障 则会更好 大家了解了适合干局生长的环境因素和地域条件后 我们就可以科学的选择种植场地进行园林的规划了 说到这儿 我们还要给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提供一个新思路 现代农民们种橘子的思路 已经不是仅仅停留在种树卖果的状态了 好多地方都建起了观光游览园 这样就在原来产业收入的基础上 新增了两个额外收入 即每年四五月份举办菊花节 让人们观赏菊花 到了每年的十月份以后 就可以进入采摘节了 人们不仅可以吃到新鲜的果实 还能充分享受采摘带来的乐趣 其实观光游览园的建造并不是太复杂 只要将各条线路布置好就可以了 通常一个游览员要根据大小划分为几块 每块园林的大小以三至五亩地为宜 各个园林之间的路为主路 园林内的路为支线 在园林内还要搭建较为简单的休息场地 道路四周要挖好围沟 园林内也要开好箱沟 以利于雨季排水工作的进行 平地渐渐的成功与否在于如何创造良好的土壤条件 通常我们要将土地做成棋 每个棋块的长度为八十厘米 宽度为六十厘米 还要开好棋沟 棋沟的深度为十到十五厘米 每个棋块之间的沟都是棋沟 柑橘圆的四周还要开好围沟 围沟要适当加深 以便于及时排水 开发荒山种植柑橘 既能合理利用闲置资源 又能变荒为宝 那么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情况呢 我们要根据所选地点的具体情况设置好道路 上山的路是必须的 以利于我们运输工作 沿着坡底还要挖掘一条排水沟 排水沟最好刷一层水泥面 这样既可以排水 还能很好的防止水土流失 对于较大的园林可以划分为几个小区 每个小区的面积控制在三十亩左右为宜 小区间要设置交通干道 以便于我们的管理工作 我们还要选择水源充足的地方修建蓄水池 既能为我们喷药管理提供方便 又是防汗抗汗所必须 山地要建成梯田状 这样有利于防止水土流失 实现保水保肥保土的效果 园林规划好以后 我们就要去了解一下 柑橘树的育苗技术了 柑橘树的育苗方法有架接、压条、千叉和时升等多种 但在实际生产中主要是采用架接来进行的 有关架接的注意事项和具体方法 我们将在下面的节目中为大家做出详细的介绍 架接通常是在春季进行的 也就是每年的阳历三四月份 因为这时的天气、温度都比较适合做架接的工作 架接后的成活率也非常高 提到架接大家都会想到两个不可缺少的元素 那就是枕木和结穗 柑橘的架接苗同样是由结穗和枕木组合而成的 纸也是柑橘的一个品种 但是在目前它们主要用来做枕木 常用的枕木有枕、酸橘、红橘、沟头橙、珠卵、香橙、本地枣和酸柚等 对于枕木苗 大家可以从附近的育苗基地购买 也可以用野生苗木来代替 枕木要选择健康的植株 到了架接的时候 枕木的金杆就要被剪掉 只留取枕木苗地上部分3至5厘米 以为架接做好准备 结穗是指结在枕木上面的部分 我们可以从成年树上剪去 以4到5年生植株上的健康枝条为佳 结穗剪下后要将叶片去掉 那么柑橘的枕木品种和结穗 要如何进行配对才能培育出优良的果树呢 下面我们就带大家去一探究竟 柑橘是多年生的经济作物 慎重选择适当的品种和优良枕木苗 是优质栽培的关键 而柑橘苗木的健壮生长 主要取决于枕木与不同品种嫁接的正确组合 因此为了便于大家进行科学的选择配对 我们特地做出了以下归纳总结 供大家在实际生产中进行参考 主要柑橘枕枕木品种的特性及适合的结穗品种 纸 树冠小 根玉小 果中小 品质良 耐寒性很强 耐汗性弱 适合黏土 耐盐性弱 不适合石灰性土壤 抗素衰病 腺虫 力枯病 对裂皮病 碎叶病 非常敏感 宽皮菊 甜橙 金干 纸橙 树冠中 风产 果实大 品质良 耐寒性强 耐盐性弱 对石灰性土壤以外的土质适应性广 抗素衰病 力枯病 对裂皮病 现重敏感 宽皮菊 甜橙 葡萄柚 柠檬 酸橙 树氏 树冠中 风产 果中大 耐寒性强 耐盐碱性强 过失则树实弱 适合中年之土 对素衰病 现重敏感 抗力枯病 适合全部品种 沟头橙 生根性 树式强 树冠大 投产池 品质中 较耐寒 耐湿 耐盐碱性强 对碎叶病 裂皮病 有较强的抗性 对衰退病非常敏感 适合全部品种 在了解了各优良品种的科学组合以后 我们就该去学习一下 架结石的具体方法了 枕木苗和枝条都准备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架结了 架结前要将枕木的顶端剪掉 留取大约3至5厘米 接下来 我们将枕木沿着表皮层切一个2至3厘米的开口 注意 一定不要将表皮切下来 切好后 我们将结碎对准枕木的切口处插入其中 接着再用塑料薄膜将接口部分包裹住就可以了 架结完成以后 我们就不需要进行任何管理 让它们自己发育就可以了 这样大概20天以后 它们就可以成活了 这时我们要及时检查 以拯救没有架结成活的植株 对于这类架结失败的 我们要将薄膜拆掉 进行第二次架结 架结的方法跟第一次是一样的 所要注意的是 要在前一次切口的对面 进行第二次切口 千万不能在原来的切口上 进行第二次架结 否则就必败无疑了 补结完成后 我们最好用竹片和塑料薄膜 为它们搭建一个简易棚 这样可以促进补结苗的发芽速度 提高补结成活率 同时也能促进成活小苗的生长发育 从嫁结成活的幼苗 一直生长到能进行移栽定值的甘菊苗 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 在这一时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管理呢? 下面就向大家一一介绍 我们要经常将薄膜揭开进行通风 同时还能让小苗得到阳光的照射 提高光合作用 揭膜通风的时间 通常是从上午的十点到下午的四点 其他时间我们还要将薄膜盖好 在刮大风的日子 我们不仅不需要进行通风 还要将薄膜押紧 在这一时期 小苗的蓄水量不大 在夏秋季节 我们每隔五天进行一次叶面喷水 水量已将叶面完全喷洒一次为标准 冬春两季无需进行喷水 另外除了冬季以外 在其他季节 我们每隔一个月就要追尸一次叶面肥 叶面肥可以选用水溶性花肥 以每0.3克兑水3.5千克为以 喷洒时间最好选择在上午的8点到10点 或者下午的3点到5点 以将叶面完全喷洒一遍为标准 所有柑橘苗木的病虫害都是以预防为主的 我们每隔七天喷洒一次600倍的波尔多西叶 这样可以对病虫害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 月冬管理 这一环节主要是针对新进的品种葡萄柚来讲的 其他的柑橘苗木都可以自然安全地过冬 霜冻对于葡萄柚苗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虽然不会被冻死 但是会因为叶片被冻坏而影响苗木质量 因此在双降之前我们要喷洒一次草木灰溶液 将溶液均匀地喷洒到叶片上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起到防冻的效果 另外我们还要搭盖遮阳网 并且在遮阳网的四周用稻草进行覆盖 这样它们就可以安全地躲过双降带来的灾难了 到了来年春天 我们就可以拆掉遮阳网 这时苗木也就可以进行移栽定值了 移栽的时间通常是选择在二月中旬到三月下旬 这一时期春芽尚未萌动是移栽定值的最好时机 移栽时我们用铁锹将苗直接挖出就可以了 需要注意的是 挖苗时尽量使铁锹离苗根部远点 以避免伤害到根须 苗挖好以后就可以进行定值了 首先来看一下平地圆林的定值方法 我们在规划好的土地上挖一个坑 坑的深度以35厘米左右为宜 直径为30至50厘米 挖好坑以后将苗放进去并用土将坑填满 然后还要浇一次定根水 水量以焦透为好不宜过多 最后还要利用周围的土壤 给小苗做出居墩的形状 以便于日后做墩 在栽质密度上不同的品种是不一样的 柑菊品种定值密度 品种密度 密菊每亩定值60到70株 本地藻每亩定值45到50株 田橙每亩定值45到50株 金菊每亩定值80到90株 藻菊每亩定值45到50株 葡萄柚每亩定值40到45株 山地定值同样要先挖一个栽质穴 栽质穴的深度以25厘米左右为宜 直径为30至50厘米 挖好后我们将苗直接放到穴内 并用土将栽质学填满 需要注意的是苗一定要扶正栽质 栽质密度以株距1.5米左右为宜 其他种类的柑菊都按照同样的株距种植就可以了 栽好后还要浇一次定根水 水量以浇透为佳 苗木定值半个月以后就可以扎根成活了 这时也就随着进入幼灵树的管理阶段了 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对柑菊的各个品系 它们各自所适宜的生活环境 育苗技术以及 2 9 9 1 1 2